两颗导弹照亮漆黑的夜空 居民们还在诧异 所有灯光忽然熄灭 原来刚刚看到的居然是电子卖冲弹 能让方圆数百公里的电子设备失效 倒霉的小镇正式退化到原始时代 居民们开始变得焦躁不安 那两枚电子卖冲弹到底什么来头 市政厅的埃里克只能断定 那是本国军方发射的 战争很有可能已经蔓延过来了 否则不会采用这种互相伤害的方式 如今的手机彻底沦为板砖 在这个没有希望看不到未来的特殊时期 居民的行为也越发猖獗起来 男主杰克和母亲正在农场喂马 马匹像是受到什么惊吓 四体如风飞奔出了马厩 杰克的母亲瞬间就被掀翻在底 居然有人明目张胆的抢马 好在杰克的母亲伤势不重 只是手臂骨折需要休养一段时间 可杰克哪里受得了这般怨气 他已经认出抢马者的身份 正是小镇上有名的混混米奇 偷到抢略无恶不作 据说还认了一位很有势力的大哥 五年前杰克正式和他私混在一起 结果捅了大篓子 才不得不离开小镇的 老父亲也猜出杰克的心思 直接收走了他的手枪 叮嘱儿子不要再招惹米奇了 杰克表面上答应的畅快 可转眼间便顺着马蹄印 来到了一处偏僻的农舍 想必这里就是米奇的零食据点了 果不其然 农场里丢失的马匹全在这里 忽然在超市里打工的男孩戴尔走了出来 杰克还在诧异时 忽然被人一急闷棍敲晕了过去 当他再次醒来时 大患子米奇正拿着枪守在身边 可杰克岂能坐以待毙 趁着起身的剑系 猛然挥出了拳头 米奇正要举枪威慑 埃里克带着两名警员忽然出现 男人没有犹豫 立刻转身就是一枪 接着便飞快跑出了库房 来不及跑路的戴尔和另一个小弟 只能乖乖束手就擒 两人很快就被带回了警局 其中的小弟嘴音什么都不肯说 临时警员罗宾气的一把将他拽走 剩下的戴尔神情未动 表示知道米奇藏在哪里 前几天他发现了 满满几车厢的食品物资 除了给打工的超市上货外 剩余的便请 米奇几人帮忙 偷偷藏在了郊外的废弃小屋中 却没想到对方不但将物资占为己有 还逼迫戴尔替自己做事 几人说话间 很快抵达戴尔口中的废弃小屋 推开门走进去 发现里面的物资基本都被搬空了 之前可是装满了整整一屋子的 忽然外面有人因闪动 杰克示意哥哥先出去看看 果然正是想要跑路的米奇 这回他是插翅南飞了 如今众人最关心的 就是那批物资的下落 米奇表示都被自己的老大乔纳拿走了 这让杰克陷入两难境地 这位乔纳可是不好招惹的存在 就在兄弟两人商量对策时 一位风度翩翩的中年男子来到了警局 正是米奇口中的大佬乔纳 想不到五年前的杰克 也是在他手底下做事 后者直接表明来意 想要保持米奇离开 此时的杰克已经和他划清界限 明确表示要将米奇带走可以 但必须还回那些物资 想不到乔纳居然一口答应下来 当杰克前往市政厅 准备跟哥哥商量此事时 却看到一道意外的身影 前几天外出打开消息的光头男格雷回来了 这个男人虽然有些狼狈 但却带回了不少消息 官方的应急管理局 在距离小镇百公里外的罗格河附近 建立了一处难民聚集地 多起核爆炸让国内许多城市处于无政府状态 连华盛顿都没能幸免云难 纽约因为911事件加强了警惕 抓住了三名准备试报的罪犯 他们租了一辆卡车 装满了相当于两万吨当量的核武器 听到此时的杰克 越发认识到那批物资的重要性 可当格雷得知 要交易的对象是乔纳后 立刻表示了反对意见 这不亚于鱼虎毛皮 咱们小镇所有警力加起来 都挡不住他的反隔一击 这次连杰克的哥哥都站在了格雷这边 杰克心中无奈 只能前往交易地点跟桥纳说明一切 谁知对方并未欺恼 只是默默带着满车货物扬长而去 可就在当天的万圣节活动现场 几名陌生男子穿过西洋的人群 竟只走进了小镇警局中 只见他们不慌不忙地打开关押密集的牢门 并将看守的警员关了进去 当格雷发现罪犯被人劫走了 连忙从货柜中掏出长枪 飞快朝着几人追去 人群中的杰克看到这一幕 立刻上前直指了想要开枪的格雷 你要在人群中引发枪战吗 格雷对杰克的软弱行为很不满 后者却是耐心解释道 咱们不能和对方撕破脸皮 保护小镇的安慰才是重中之重 转眼来到第二天 杰克独自一人来到乔纳所在的据点 他是过来谈一笔交易的 米奇和纳皮乌兹都可以不要 但是以后必须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小镇有干净的水源和种植的粮食 而乔纳这边有小镇警觉的汽油和弹药 眼看末日危机即将降临 只有双方合作才能走得更远 正如杰克所料 眼前的大佬跟自己的想法一致 同样拥有长远的目光和大局观 必定不会拒绝这个双赢的合作 而身处警局中的格雷 突然找到副镇长埃里克 表示有重要事情谈谈 这次大规模核爆炸 都是由别国间谍通过潜入的方式实施的 他必须对小镇新来的住户彻查一遍 而黑人罗宾很快被列为重点对象 他是核爆前几天才搬来小镇的 而且是全资购买的房子 作为警员不该这么有钱才对 而另一边的罗宾家里 女儿丽丝趁着父亲不在 悄悄跑进了他的工作室 实在好奇父亲天天待在里面干啥 他看到地图上许多城市都做着标记 以及笔记本上有关解课的信息 正在差异时 罗宾的身影突然出现 丽丝心中很好奇 地图上标记的城市是不是都沦陷了 你的电脑为何还能使用 罗宾没有隐瞒 这是他通过各种途径 确认已经沦陷的城市 至于电脑为何能用 因为这是政府配发下来 专门用来抵御电磁脉冲的 丽丝心中更加好奇了 你到底是做什么的 罗宾没有回答 突然表示女儿是时候学会自保了 他的判断一向很准 接下来的世道只会越来越乱 每个人都得拥有自保的手段 正在做饭的罗宾妻子 忽然听到外面有人敲门 格雷果然雷厉风行 这么快就来到了罗宾家中 他也没绕弯子 如果罗宾想要在小镇安家 必须接受一些询问 比如为何要来这里 哪里来的全款买房等等 罗宾笑了笑 心中明白对方是在变相的审讯 难道你真以为 我是运输核弹的间谍 见对方一直不肯正面回答 格雷只好去找他的家人问话 这让罗宾感到稍续不安 好在平常都有让他们练习谎言 他的女儿很有演习天赋 在气氛焦躁的话语中 滴水不漏地回答了格雷的所有疑问 当然全是按照罗宾事先安排好的台词 他说父亲继承了奶奶的遗产 所以才有钱全款买房 所以才会搬家离开原先的城市 不过格雷还是有些不放心 让同事去搜搜看有什么可疑的东西 罗宾当即表示抗议 可为了洗脱嫌疑 他不得不点头答应 这位警员其实有些不大情愿 搜索房间时只是略微扫过 可随即便露出震惊的表情 因为他找到了一个特殊证件 打开一看 上面印有一个金灿灿的徽章 格雷简直无法想象 眼前的罗宾居然是连调局的探员 他连忙将同事赶了出去 询问罗宾来此有何目的 罗宾掂量了以下证件 表示这可不是冒牌货 随即告诉格雷 镇上有人和国外的侵略者保持联系 所以他潜伏于此 要抓住这个间谍 格雷被他说的话深信不疑 表示会严格保守秘密 至于罗宾的身份到底是真是假 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而另一边的杰克两兄弟 刚刚回到家中 便看到老爷子躺在地上意识全无 虽然生命暂时保住了 可埃里克的医生妻子告诉众人 老镇长因为长期发烧患上了败血症 必须尽快服用特效抗生素才行 不过小镇的这类药物已经用完 也许只有失礼的医院才有 杰克和埃里克没有任何犹豫 在警局准备好装备后 便坐上了驶向失去的汽车 一路上一个活人都看不到 只有散乱一地的垃圾和死去的尸体 杰克没有任何停留 如今最需要的就是争取时间 老爷子很有可能活不过今天 杰克知道外面已经乱成一团 他让哥哥提高警惕 并特意绕过主干道 起眼的小路走 经过大半天的奔波 两人总算在天黑之前 来到了这座中心城市 可让他们震惊的是 曾经繁华无比的街道 如今却是空无一人 难道这些人全都遇难了吗 以上就是荷包危机的第四期内容 原来小镇的危机只是一个缩影 真正灾难已经蔓延到全国 这让小镇反而成了避难圣地般的存在 可在末日下他们真能守住这份宝地吗 喜欢的朋友记得持续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